台湾成功研发出射程超过2000公里的晴天超音速学航导弹 这一成就让我们倍感自豪 据中时新闻网报道 这款导弹已经完成作战测评 并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现已部署于台空军防空及导弹指挥部的一支导弹部队 正式服役后 台湾将首次拥有中远程打击的战略武器 那么台湾是如何实现这一技术突破的 晴天导弹的性能是否真的如此强大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款导弹的神秘面纱 晴天学航导弹的研发是云峰专案 最初的构想是云峰异型导弹 这款导弹采用冲压发动机 利用四个固态火箭助推起腾空而起 飞行速度高达6马赫 进入高超音速领域 最初设计的射程为1200公里 但到2022年 导弹速度提升至每秒1030米 载荷能力达225公斤 成为高空超音速巡航力气 科技研究院前院长龚家正统 在云峰项目启动时 全球极有美国和俄罗斯在研发高超音速武器 而台湾选择了自主创新 然而导航精确度等关键技术的瓶颈导致项目一度停滞 科技研究院将研发计划细分 专注于冲压引擎优化 推进系统升级 及火箭飞行轨迹控制等关键子项目 逐一攻克难关 技术突破后 云峰一型导弹的滚绑式 推进设计 被更高效的单截式 推进火箭取代 催生了云峰二型导弹 云峰二型导弹 通过严格测试后 迅速提上量产日程 效仿雄峰二翼巡航导弹的成功模式 云峰二型导弹 采取边研发边生产的策略 2019年 台湾空军为飞机二号专案 划布了136亿元预算 随着整合工作的推进 及深入评估 预算减少了1亿元 但量产时间提前至2027年 到2022年 这款导弹通过全面测试 正式命名为 晴天超音速巡航导弹 晴天学航导弹的成功 为台湾的远程打击能力 注入强劲动力 更为继自研战机 战舰等项目后的重要里程碑 近年来 台湾在导弹技术领域的突破闲著 雄峰二翼导弹增程后 射程突破1000公里 实现对陆地和海上目标的双重威胁 作为雄峰三型导弹的增程版 晴天学航导弹 是科技研究院迄今 射程最远 体型最大的型号 采用先进的冲压引擎 配本一 两米直径的单节推进火箭 总长度达14米 这一系列技术创新 为台湾的军事实力 增添了新的砝码 在冲压式防空导弹项目预措后 科技研究院没有气馆 而是将更多精力 投入到冲压发动机技术的研究 1990年 科技研究院成立晴天计划室 通过测试多枚晴天一克瓦查载具 验证助推火箭冲压发动机 与控制系统的性能 1996年 改良型晴天20克瓦查成功发射 标志着技术取得阶段性胜利 随后 晴天计划室与雄东计划室合并 开启雄东三型反舰导弹的研发 在晴天巡航导弹的研发过程中 科技研究院面对诸多技术难关 尤其是提升导航与精准打击能力 高超音速巡航导弹的导航系统精确度 直接关系到打击效能 研发团队将主计划细分 集中精力于冲压引擎 推进系统及火箭轨迹控制等关键子项 逐一攻克技术壁壘 经过无数次试验与优化 云峰二型导弹最终实现单截式 推进火箭的创新设计 性能得到质的飞跃 为台湾导弹技术的发展 翻开新的一页 中程冲压导弹在威力和速度上 虽不如短程弹道导弹 但其飞行轨迹类似战机 难以预测和拦截 冲压导弹采用惯性制导 GPS制导及组合制导模式 确保精准命中目标 台湾科技研究院深知 研发新型冲压巡航导弹 不仅考验技术实力 更是台湾安全的必要投资 近年来 台湾获得了雷射陀螺仪等关键组件 大幅提升导弹精确度 台美双方签署导弹科技管制建制协议 开放导弹关键技术组件 与生产设备的输出 为后续研发提供坚实物质基础 冲压式防空导弹项目终止后 科技研究院继续探索 他们明白 高精确度的导航系统至关重要 过去台湾载组件来源少 技术受严格管制情况下 难以从美军获得可用GPS编码 影响超音速对地导弹的精确度 然而 近年来情况发生了积极变化 2018年4月 科技研究院成功从美方购买了 600多个雷射 陀螺仪控制界面等关键组件 用于量产雄风2E巡航导弹 和晴天中程导弹 这一举措不仅提升了导弹的精确度 也为后续研发工作提供了坚实基础 更值得一提的是 台美双方签署的导弹科技管制建制协议 从2023年起 美方将向台湾开放导弹关键技术组件 与生产设备的输出 涵盖导弹控制 火箭推进 燃气等多个领域 这一协议的签署标志着 美国对台湾武器关键组件材料的多年禁令 得到放宽 台湾无需载通过第三方迂回采购 从而大大提升了研发效率和导弹性能 晴天学航导弹 是雄风三型导弹的增程版本 射程最远 弹体最大 它采用冲压引擎作为动力 尾部安装了更大的1 2米单节推进火箭 使导弹整体长度达到14米 这一技术 突破无疑将进一步提升台湾的军事实力 晴天学航导弹的成功研发 不仅为台湾远程打击能力增添了重要筹码 还成为台湾最重要的研发项目之一 近年来 台湾在建设现代化战略的过程中 研发了多款超音速学航导弹 例如 今年9月 在屏东九棚基地举行的精确制导武器式射中 雄风2E导弹首次亮相 增程改造后的雄风2E导弹 具备1000公里以上的射程 既能攻击陆地目标 也能打击海上目标 在冲压式防空导弹项目遭遇挫折 并被迫终止之际 台湾科技研究院并未因此放弃 对新型冲压航导弹的探索与追求 他们深刻认识到 研发此类导弹 不仅是技术实力的一次大考 更是维护台湾安全 不可或缺的战略投资 在研发进程中 导航系统的高精确度 被视为至关重要的一环 它直接关系到导弹的打击效能 曾几何时 台湾及其相关机构 在导弹研发上 饱受组件来源稀缺 技术受限之苦 尤其是导弹 在飞行中对GPS定位依赖颇深 而由于历史遗留问题 台湾难以直接获取美军 提供的GPS编码 这无疑给超音速 对地导弹的精准度 带来了巨大挑战 然而近年来 这一困境迎来了转机 2018年4月 科技研究院成功从美方购得 超过600个雷射 陀螺仪控制界面 等关键管制性组件 这些组件的引入 不仅直接提升了 雄风二翼巨航导弹 和晴天中程导弹的精确度 更为后续的研发工作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更为重要的是 台美双方达成了 导弹科技管制建制协议 自2023年起 美国将向台湾 开放输出导弹 关键技术组件 与生产设备 覆盖导弹控制 火箭推进 燃气等多个核心领域 这一协议的签署 标志着长期以来的 技术封锁与限制得以放宽 台湾无需在绕岛而行 从而显著提高了 研发效率和导弹的 整体性能 在此背景下 台湾几大专案之一的 雄损专案所制造的导弹 其中端导引系统得到了显著强化 不仅精准度问题 得到了根本解决 还大大增强了反干扰能力 这意味着 无论是次因素 还是超音速巡航导弹 在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情况下 仍能保持高度的打击精度 这无疑是对台湾导弹 研发实力的一次有利证明 也为台湾的安全防御体系 增添了重要码码 再来看晴天 中程冲压巡航导弹的研发历程 其初衷 原本是计划采用山区固定式部署方式 但经过汉光电脑的精密推演与分析 发现固定阵地 极易成为敌方首轮攻击的目标 面临毁灭性打击的风险 因此 科技研究院果断调整策略 决定采用更为灵活的机动部署方式 然而 由于晴天导弹体型庞大 对发射车的承载能力和越野性能 提出了更高要求 经过多方调研与对比 科技研究院最终选定了 捷克制造的12轮 驱动12乘12特种轮型车 以及美制M977重型增程 机动战术卡车作为发射平台 这两款发射车 均具备出色的承载能力和卓越的越野性能 完全能够满足晴天导弹的发射需求 为其实现灵活机动的战略部署 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3年3月25日 捷克众议院议长 爱达莫娃率团访问台湾后 传出捷克有意参与台湾 陆军轻型战术轮车 雷霆2000多管火箭 发射八轮型发射车 及晴天超音速巡航导弹 使用的12乘12载重车项目的消息 这一消息为 台湾在导弹研发领域 带来了新的合作机会和可能性 未来 台湾将根据实际情况和技术需求 选择最适合的合作伙伴 和发射车型 以确保晴天中程冲压航导弹的 顺利研发和部署 在探讨晴天导弹车组的构成时 我们不得不提及 除了导弹发射车外 还有至关重要的通讯控制指挥车 为确保车组内的各个部分 能够高效协同工作 科技研究院在申购600个陀螺仪的同时 也一并采购了控制指挥车内 所需的界面组件 这些组件的引入 不仅提升了车组的整体作战效能 还确保了信息的快速传递 和准确执行 值得一提的是 雄风2E学航导弹 与晴天学航导弹的通讯控制指挥车 在设计上采用了共同的理念 许多控制界面 均来自美国奇异公司的军规产品 这种设计理念意味着 同一套装备 能够灵活地控制 两种不同类型的导弹 极大的提高了作战的灵活性和多样性 如今 晴天导弹的量产工作 正在加速进行 据可靠消息透露 到2023年底 科技研究院量产的晴天导弹数量 将有望达到第一阶段计划 目标的个位数 同时还将完成 数套发射与控制台系统的搭建 这些导弹 已经开始交付给空军 特种导弹部队进行部署 预示着台湾在导弹防御领域的实力 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然而 拥有晴天导弹 并不意味着台湾就万物一失了 事实上 实战检验表明 超音速学航导弹 也并非不可拦截 在俄乌冲突期间 双方大量使用了 各类超音速学航导弹 无论是俄军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还是乌克兰的暴风影学航导弹 都曾被对方的反导系统成功拦截 这证明 对于防空系统来说 拦截学航导弹的难度 与拦截飞机没有太大差异 晴天导弹 作为放大版的雄东三导弹 虽然在射程上有所提升 但在隐身突防能力方面仍有不足 一些先进的学航导弹 通常采用隐身弹体和低弹道设计 来增强突防能力 而晴天导弹 在这方面显然还有改进空间 此外 导弹数量的不足也是台湾 需要面对的问题 据知情人士透露 台湾预计未来 会部署15到20枚晴天学航导弹 并采用机动发射平台 在台湾北部与中部地区进行部署 这样的部署规模限制了 台湾进行饱和打击的能力 从而限制了其导弹武器的作战效能 在电子对抗方面 台湾也面临严峻挑战 由于地域面积的限制 全台湾的导弹基地 很容易成为敌方反辐射导弹的目标 一旦岛内的GPS信号被屏蔽 台军绝大部分的导弹武器将无法使用 因此提升导弹的抗干扰能力和电子战能力 是台湾未来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总的来说 晴天导弹的研发成功为台湾的军事力量 增添了重要一环 这不仅是技术上的巨大进步 也是战略意义上的重大突破 尽管挑战依然存在 台湾的技术突破和国际合作 将继续推动其在导弹领域的发展 期待未来 台湾能够在导弹技术上 取得更多辉煌成就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本视频的内容 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怀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